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本次的分享 我是Vivo的吴子阳 我今天的分享主题是Vivo AI计算平台的K8S实践 那么今天的分享会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背景 那么右边这幅图是OpenAI在20年做的一个调查 是关于行业内最大规模的深度学习训练所需要计算量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曲线在12年之前 它是满足弗摩尔定律的 也就是说计算量每两年会增长一倍 但在12年之后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突飞猛进 这个曲线发生了变化 现在每年会增长十倍 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 那么我们Vivo AI从17年以来开始建设我们的算力 到现在规模已经达到了几百P flows 那么也有几千张卡的一个规模量 那面对这样海量的算力 其实是有一系列的工程挑战的 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就是算力的应用性 它指我们能否低门槛的快速的使用大量的算力 这里有一个案例 就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训练都是跑在单机上的 但是单机由于配置是有硬件上限的 那么其实它最终会存在一个瓶颈 要突破这个性能瓶颈的话呢 就必须通过分布训练来使用多机的算力 但是这个工程门槛其实是比较高的 而第二点就是算力的灵活调度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海量的算力 分配给各个业务 来满足他们各个业务的算力需求 这里有个例子是当前比较火的领域 是预训练大模型 而它的训练其实需要大量的算力 可能需要几百张卡 那么在资源池使用比较饱和的情况下 怎么来满足这个需求呢 而第三点就是算力的高效利用 它使的是我们把算力分配给应用 或者业务之后 它能否把这个资源使用好 那比如说在广告推荐场景下的 一个训练和推理 它其实都有一定的性能的优化的空间的 那我们是通过建设了AI计算平台 为解决以上的这些挑战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平台的概览 我们AI计算平台主要分成三大模块 第一模块是AI训练平台 它的核心能力是分布式训练和交互式调试 那它面向的用户是我们的算法工程师 AI推理平台的核心能力是推理框架和推理加速 它面向的是我们的后端开发工程师 第三个模块是AI容器平台 它有资源调度算力超卖等核心能力 它主要是对上赋能给上层的各个平台 同时它也对接了公司的CICD部署平台 这样子我们的在线业务也好 离线训练也好 都是以容器化的方式跑到我们的K8S集训里面 那么刚才提到的算力用性 其实就是通过我们训练平台的 分布式训练和交互式调试的能力 让我们的算法工程师能够快速的使用好大量的算力 而算力的灵活调度方面 刚才也提到我们会基于容器来做资源调度 通过容器我们能够以更吸力度和更加灵活的单位来划分这个资源 同时我们会把在线和离线的资源放在同一个资源池里面 这样子能够灵活的在在离线之间来调配这些资源 最后我们还建设了混合云的能力 来满足临时的大量算力的一个需求 而第三大点就是算力的高效利用的挑战方面 我们在两个方面做了建设 在资源分配上我们通过弹性伸缩和算力超迈 让资源的分配能够更加有效按需来分配 而在资源使用方面就是我们当资源分配给你了 之后我们通过训练和推理加速训练容错等来支持业务 让业务能更好的把资源利用好 那以下这一页展示的就是我们平台的技术选行 可以看到在各个方向上我们都选择了对应的一些开源的项目 那么这些项目或者说是技术在整个行业内也被管放的使用 比如说在容器编台上我们选择了Kubernetes 那么Kubernetes它是行业内容器编排的事业事实标准 也是各个AI平台它所选择的一个容器底座 而在技术选行上我们主要会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点就是这个技术或者项目的一个是否能满足需求 第二就是它的可维护性 第三就是它的可扩展性 那么第一点我们展开来讲的话 就是说怎么判断这个项目能够满足当前的需求 或者是甚至未来的需求呢 当前的需求的话 我们主要就是要了解这个项目的功能 而且并对这个项目做一些实践的调研 并且和做验证 而未来的需求的话主要会看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项目的可扩展性 那这点我们放在后面再讲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会看这个项目它社区的活跃度 它社区是否有清晰的路线图 因为一个活跃的社区的话 它才能支撑这个项目未来持续的迭代发展 那么第二大点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可维护性 那么可维护性的话我们会考察目前这个项目的成熟度 如果是还是处于比较早期的项目的话 一般来说它的稳定性会比较弱 结状性也比较差 那么处于稳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的一个项目的话 用起来可能就更加放心 同时我们还会考虑这个项目的设计 以及它的工程质量 一个设计比较好 工程质量比较高的项目的话 维护起来也更加方便简单 第三点也是刚才提到的一个社区活跃度的 就是说假如这个社区是比较活跃的话 那么发生问题的话 一般来说在社区都能找到解决的方案 那么第三大点就刚才提到的可扩展性的话 会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功能上的可扩展性 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extensible 那么就是说我们能否很好的 很便捷的对这个项目进行 这个层面要讲的就是规模上的 可扩展性 一般叫做scalability 也就是说随着我们应用的规模的扩大之后 这个项目是否还能满足需求 是否还能保持健壮和稳定性 那么以上这些因素就是我们在做技术选行上会考虑的点 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展开讲一讲我们在K8s上的一些实践的一个经验 首先我们介绍的是个p调度的能力 像我们的分布式训练 其实主要采用的是Rune of Reduce的一个算法 它是个同步的模式 那么就意味着说 我当我一个任务有多个worker的时候 需要这些worker都已经跑起来了 任务才会启动 比如说我们有个任务是包含了八个worker 每个worker其实就是一个pod 那需要当这八个pod 原生的cuber scheduler其实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有两点 第一就是它只支持单体的调度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有多个pod的时候下 它会一个pod一个pod来进行调度 那么在刚才的场景下就会存在一个问题 可能我八个pod 可能只有前面六个pod被调度了 到第七个pod调度的时候没有资源了 那这时候我这个任务是没法跑起来的 但它却白白占了六个pod的资源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调度顺序的问题 像我算法工程师提交任务 可能提交了A任务之后 再提交B任务 那么我们这个会预期说A任务先跑起来 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子 有可能会B先跑起来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worker scheduler 原生调度器里面有一个bet off的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就是到说 当你这个pod调度失败几次之后 它会把你放到一个bet off的队列里面 然后过段时间再重把从你这个pod 把拿到了一个调度队列里面重新做调度 那么这就会导致说刚才出现的一个问题 那为了解决以上的问题呢 我们就引入了社区的cuber bash 它是一个p调度器 它在vercano啊 cuber flow等项目里面也被应用 那么它的p调度能力指的是说 它能把多个pod当成一个整体来做调度 从而解决上面的一个单体调度的问题 同时它还有一些高级特性 比如说它支持多队列配额管理 也支持抢占 还在任务优先级方面 它支持的drf算法 这个算法主要是保证说 当我有多种类型资源的时候 它能够把多种类型的资源都使用的比较好 不会出现一个倾斜 举个例子说 当我有cpu和内存的时候 不会说我cpu都用的比较满 的内存就比较浪费的情况 那么右边这幅图是整个goldbatch的一个架构图 它主要包含四个模块 第一个模块是action模块 主要就是说调度的步骤 目前是包含了四个步骤 第二个部分是一个session模块 是一个绘画 在每一个调度周期的时候 它都会另一个绘画来维护 这里面的一些数据结构 第三个部分是plugin 就是插件 它原生已经有了一些定义好的插件 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实现一个 预定义的一些函数 来加一个新的插件 从而扩展这个调度器的能力 第四个模块是cache cache里面维护了一些数据结构 主要是反映了当前集群的资源使用情况 那么这个资源 这数据结构的数据跟实际情况一致 是十分重要的 否则调度就会出错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讲 我们平台是怎么使用hooper badge的 就我们平台首先它只使用了它的核心特性p调度的能力 而对于它一些高级特性其实我们是不会使用的 我们会在上层的平台重新实现 那么从事我们也会把调度优先级的算法做了简化 只基于任务的优先级和时间来做一个排序 那么之所以这么做呢 主要是希望降低整个调度的一个复杂度和维护成本 因为其实整个调度器的逻辑已经是特别复杂了 如果我们还要把一些高级特性给利用上的话 出了问题其实特别不好排查 也不好维护 可能这个调度器的代码就只有我一个能看得懂 团队其他人都没法维护 那么通过把这个划分成不同的模块 像它只负责最核心的p调度能力 而把一些其他的能力在其他在上层平台实现的话 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个调度器的一个复杂度 那么实际在我们应用中也踩过一些坑 比如说我们出现cash和实际的资源不一致的情况 导致整个pod调度上去之后 报了uninspected admission的一个错误 那么同时我们也遇到一些计算逻辑有误 导致这个调度器crash 或者有时候出现有资源没有 而pod没被调度的一个情况 那么由此可见 这个调度器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从所以说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大家不要从零开始写一个新的调度器 而可以使用scheduling framework来做 因为其实像cuberbatch的话 他作者是华为的一个资深架构师 同时他也是cubernetics调度兴趣小组的一个前负责人 他本身是对调度器的原理和实现都特别深入的情况下 才有能力从零开始写一个新的调度器 但哪怕这样子 其实他也有些coner case没有完全覆盖到 那么所以说社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对调度器的扩展其实是比较难的 原先的机制也比较单一 所以在新版本里面引入了一种叫scheduling framework的一个机制 那么通过这个机制 我们就能对调度器做很好的扩展 那么这里就建议如果大家有扩展需求的话 就尽量基于scheduling framework来做 而接下来介绍的是一个任务管理的一个特性 那么我们是通过tf operator来做的 那它是一个quellflow的一个子项目 现在这个项目已经重新命名为training operator了 这主要是把各种各样不同任务的operator都集成在一起了 像以前的话 我针对tensorflow可能要有个operator 我针对pytoch要有个operator 针对npy要有个operator 这样子就会有很多的operator 但实际上这些operator的作用都大同小异 所以在近期的话 社区就把这些operator合成一个新的operator来做一个简化 那么这个tabletor它做的作用呢 就是能够管理训练任务它资源的生命周期 比如说在提交一个任务之后 它会自动去创建对应的资源 像portrservice 然后当任务结束之后 它能自动把这个资源给回收回来 同时它会根据port的状态来做一些处理设置任务的状态 比如说当任务port都被调度起来之后 它就会把这个任务的状态设置为running 当我这个port退出了并且退出码是正常的情况下 它会把这个任务状态设置为成功 那么下面这是一个简单的原理图 跟我们普通的controller其实大同小异 它会监听tapedrop和port的一个资源的变动 然后通过informer来获取这些变动之后 把这个变动放到一个对列里 然后最终把这个对列的一个任务拿通过拿出来 然后通过simtapedrop这个函数来做处理 而接下来讲的是我们平台怎么来使用tapeoperator 首先我们不会把tapedrop这个crd直接暴露给用户 因为这里面设计的细节比较多 所以我们会做一个封装暴露出更加简单 易用的一个接口让用户来做配置 当用户配置完之后我们会转换成tapedrop 提交给kbis 同时我们也会用这个tapeoperator来管理不同类型的任务 像一开始的话tapeoperator可能设计是针对tensorflow的 但其实我们同时会用它来管理 runal reduce这种类型的一个任务 也就是说比如说可能对runal reduce这种类型的任务 我们就不会设置ps角色而只有worker角色了 那么这也是为了降低整个复杂度 而不用使用多个operator 而在我们也做了一些定制的优化 比如说我们发现 可能有些节点故障的时候 这个任务的pod不会被删除导致任务就卡死了 所以说我们发现假如有故障节点的pod的话 我们会把它删掉 这样它会重建来保证任务能继续跑下去 同时我们发觉假如在集群规模比较大 用户量大的很多的情况下 可能存在很多tapedrop的 那么这些tapedrop存在就会导致tapeoperator的性能变差了 我提交一个新的tapedrop的时候呢 这个对应的pod要可能几分钟 甚至十几分钟之后才能被创建 所以这里我们也对这种情况做了一个性能的优化 同时我们发觉可能当集群规模大的时候 我这个pod就会被居吸了 那tapeoperator来不及处理 这个pod就不见了 这就会导致这个任务的状态变异常了 他可能会从哪怕这个任务已经正常退出了 他发觉pod不见了 他就会重新创这件这个pod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 我们也提交了一个e-sue 并且提供了一个设计 就是我们需要对pod和tapedrop都加上finalizer 来避免pod被集群给回收 那么接下来介绍的是一个弹性伸缩的一个能力 首先kpass它原生已经支持了一些弹性伸缩的能力 它能够基于cpu和内存的利用率来做弹性伸缩 但它的实力只能缩容到e 那么在实际的业务场景中呢 我们其实有更多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希望利用更多的指标 包括gpu的利用率 业务的qps 还有对令时来做伸缩容 而且在某些场景下 我们是希望实力是能够缩到零的 比如说在我们的在线场景里的预发环境上 我们可能希望说在能够把这些应用的实力缩到零 否则假如每个应用都实力都一一都占着一张gpu卡的话 就会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了 那么针对这些需求呢 我们1.0的方案会引入多个开源组件 比如说定时的话我们用了com.hpa 而其他指标的话 我们是通过普罗明硕斯的adapter 然后这些组件其实会比较多 然后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都相对比较差 当要实现一个新的特性的时候 又必须引入一个新的组件 那么所以在2.0方案里面 我们做了重构引入了kata框架 kata呢是微软和阿里合作的一个项目 它全程是Kubernetes Event Driven Autoscaler 那么它的架构会很简单 并且扩展性特别好 右边就是它的一个架构图 我们可以看到它通过Match Adapter 会把外部的一些事件源注册到kbass里面 那么kbass原生的hpa就能基于这些注册的一些指标来做弹性伸缩 而当这个workload也就是说它应用的实力 缩到需要从0破到1或者1缩到0的时候呢 是由kata的controller来负责的 那么同时kata本身已经内置了很多插件 它能够支持对一些消息队列或者数据库事件的一个弹性 基于这些事件来做弹性伸缩 它也支持了定时伸缩的一个插件 而且它也能很方便的来新实现一个插件 从而实现新的特性 那么在实际的落地场景中呢 我们遇到一些挑战 那么比如说我们整个弹性伸缩 其实它是对指标的基于指标的 所以它对指标的即时性和准确性的要求特别高 那么原来我们使用的普罗明硕斯 它是个单点的系统 那么因此我们对整个监控做了改造 引入了Synos 把它改造成一个高可用的监控系统 同时我们对一些指标异常 也做了一些兜底的异常处理 而第二个就是说 扩缩容的时候 其实我们需要保证应用是稳定的 那么这块我们跟中间的团队一起合作 建设了一个流量无损的机制 让这个业务应用发生扩充的时候 它流量也能够不损失 第三点就是说 当我们晚上有很多业务 它会把资源做缩容 缩容之后呢 这个资源怎么 闲置资源到底怎么使用呢 我们会把它自动挪给在线离线的资源池来使用 那么离线资源池 用着之后呢 当白天需要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些节点上的一个任务给去除掉 还给在线来使用 那么在扩容的时候 怎么来保证有资源呢 其实这需要我们对资源容量来做精细化的管理 这也是我们正在建设的一块工作 因为比如说像KBIS原生的一个resource quota其实只能只是一级的只能针对namespace 那实际场景中其实我们需要有多级的限额的管理 同时需要有分级的一个机制 所以说这块需要有重新自定义这块硅的整个机制 那么右边这是一个效果图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实力数和我们的那个QPS数是基本上是保持变化的趋势是保持一致的 那么最后讲的是我们一个混合云能力的建设 像我们混合云主要是希望能够通过快速低成本的利用共用云的算力和高级特性来给业务来使用 那么当我们建设这个特性的时候 主要是为了满足以下两种场景的需求 第一种就是我们一个算力的一个临时的需求 比如说在节假日活动的时候 我们业务需要临时很多算力 还有刚才提到的像预训练模型 它只是可能临时需要跑一个训练 但却需要大量的资源 那对着这种临时的大量的算力的需求 我们可以通过混合云来补充我们算力的不足 那第二个场景就是说 当我们的机房的基础设施有些高级特性不具备 但是公有云上却有这些基础能力 比如说RDMA的网络或者高性能的存储 那么当有业务有需求的时候 我们就能通过混合云 让业务能先用到这些高级的特性 而在实际落地的中呢 我们方案的选行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会把云主机当作物理机一样 加到我们的私有集群里面 这个方案的优点就是它很简单 而且不改变当前资源的申请流程 缺点就是因为我们申请这个云主机需要向我们的基础平台申请 需要有审批的流程 所以说它并不是完全自动化的 而且没有办法实现分钟级的扩容 方案二的话就是我们通过在公用云上能够申请一套单独的集群来使用 那这个优点就是这个集群 我们有不用维护这个集群 同时这个集群像公用云上的集群一般有一些高级的特性 比如说它能够做一个资源池的自动扩容 但是它缺点就是它的成本会比较高 并且是我们需要去兼容云上云下两套集群的差异 同时做跨集群的一个调度 而且它这个资源申请的流程也不是符合公司当前规范的 那么第三个就是通过引入Virtual Kubernetes这个项目 这个Virtual Kubernetes项目目前已经对接了很多各个公用云上的一个ECI的服务 它能够把容器的实力直接当成一个节点 加到集群来使用 那么它优点就是说这个项目目前比较成熟 而且通过它能够快速实现那个集群算力的扩容 但同时它的实践成本也比较高 因为这里我们又引进了一个新的一个项目 同时这种资源的使用申请方式也是不符合公司流程的 那么最终经过权衡之后我们选择了方案一 主要是因为方案一的实现成本低 不改变当前资源申请流程 可以快速落地 那么这里我们得到的一个思考呢 就是说我们落地一个方案的时候 除了考虑技术层面的一个东西之外 还要考虑流程 当往往特别是这个流程 假如涉及跨部门 以及涉及整个公司的流程的话 要改变这个流程 其实的需要的周期就会比较长 那为了快速落地的话 我们永远会选一些对流程改动不大的一个方案 那么以下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整体的架构图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既有IDC机房 也有阿里云 然后我们的控制平面 就会放到我们的IDC机房里面 它包含API Server ETCD集群等 那工作平面里面既包含了IDC的物理机 也包含了阿里云上的云主机 那么我们IDC和阿里云会通过专线拉通 同时我们在IDC里面采用的是Calico BGP的网络 而在阿里云上会采用特位的网络 那么通过这样子之后 我们的POD不管是在集群内外 或者是在机房和公共云上都能够互通 那么最后就给大家讲讲 我们未来的展望 也是针对刚才提到三个点 在算力应用器上面 我们希望建设一个容量托管的能力 这样我们的业务方就不需要关注 到底我的业务需要使用多少容量了 第二点就是我们希望打造一个训练的SDK 这个SDK里面集成了一些比较好的酷能够提升性能 比如说英伟达的iPad和大力 那么在算力灵活调度上面呢 我们之前使用的是CubeBatch 但是现在我们希望基于scheduling firewall来做重构 同时支持拓扑感知的一个调度 这样子能够满足最佳拓扑能够提升训练的性能 而在算力高效方面呢 我们希望通过数据的编排加速来提升算力的使用性 同时我们希望建设一个弹性训练的模式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像我们平台呢 在InfoQ有个专题叫做Vivo AI计算平台的搭建实战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上去看看我们分享的一些内容 谢谢大家